老陈 怎麼看 先講救國中部長的在地協力者 我聽了以後真的是全身一把人看 毛骨聰人 因為我馬上想 我們的來賓裡頭 不少犯了這條規矩 抓起來 我們的來賓裡頭常常發言 就罵自己的陸委會 而不罵對方的國台犯 那是不是陷入這條規矩 當然是 以後我們罵完以後 罵了我們也要罵他這樣 不是 你也連帶 就講川普 川普是如果老共說 老米是強盜集團 他是強盜集團裡頭的霸主 而且他是一個暴君中的暴君 所以他說他鼓動自己的CIA的人員 去利用對方的社群媒體 然後搞自己的政府 這個我相信 因為其實在中國 如果你這種事情被逮到 後果是很嚴重的 但是有錢 有美元 還是有人會幹 所以同理可推 老共的高層 也會用同樣的手段 來台灣搞這個 而且你直接去想一想 是有 不是沒有 是有 但是不是很多 但是你如果碰到了 你就要去抓 你要有證據 你要有資金的來源 你要做了多少壞事 就一切要用司法處理 而不是像國防部長講 這個在地協力的定義 是到底對誰有利 這個還得了 這對誰有利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大 講到TikTok我覺得更好笑 美國是一個市場導向 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者 但是他在處理跟敵人之間的 問題的時候 他完全忘掉這個 他越幹TikTok TikTok越紅 越紅 你要他跟他母公司切斷 有什麼用 對不對 而且你這些子公司 就算獨立作業 他也不見得就完全 就聽你的話 所以這個老美走到無路的時候 他完全忘掉了他自己 到底信奉的是什麼核心價值 就是你無輸人 你拚輸人 你無補 這一點其實我看到國內 最近民進黨相對 我等一下聽戴維山指教 民進黨現在國會裡頭 相對的點點沉積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陷入一個 裡頭有兩群 一群是覺得情勢不太對 我們要就是說看 觀察一段期間 不隨便亂講話 還有另外一群 就像沈柏陽這個 他還是帶了一群人 還是很囂張 講話還是 像那個洪川 他們繼續這樣下去 我是替民進黨擔心 因為這個他們是搞錯的方向 他們不覺得情勢已經在變化 他們認為這個過去非常有用 非常有利 繼續搞下去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將來恐怕 恐怕到了 領用到這個趨勢 要回頭的時候 恐怕就來不行 那老闆 最近驚嚇海面的事情 讓我有一些感觸 有一些靈感 就是說這個金門 廈門之間 其實兩岸的人民來往頻繁 活動的範圍其實都在一起 所以其實敵意是很低的 大家根本幾乎是好朋友 兩次的船難 有翻船的 有觸礁的 我們就把它講成船難好了 死了兩個 失蹤了兩個 但是兩邊就出力去搶救 如果沒有我們的海協會 海委會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二巡隊介入的話 或者國台辦也講一些 就趁機這個 要占一點便宜的這個成分 其實沒有什麼事情 倒是金夏海這個海面 凸顯這個是高層的政治人物 在處理岸岸關係的時候 是有很大的盲點 比如說我請問你 習大大對這個有什麼處理方法 有 習大大要在廈門的附近的 福建省內要實行 一國兩制實驗區 你覺得它有這個必要嗎 我跟習老大講 你不用實驗 你一定成功 保證成功 你的實驗不用做也是成功 如果你不成功的話 我投給你 問題是遺憾的是什麼 你成功了 連金馬的人 連金門的人也不領情 金門的人你給他民調 董事生在就講 給我選ROC PLC 我還是選ROC 所以你何必做這個 沒有意義的實驗 那我們更糟糕了 我們是邀了這個綠扁帽的教官 來金門叫什麼打仗 我告訴你 美國歷史上 這個綠扁帽的教官一出現 要嘛伊拉克 要嘛阿富汗 都是慘敗下場 如果我們綠扁帽交的東西 在金門派上用場的話 我們就是非常慘烈的下場 所以我想出一個辦法 既然兩地這麼好 感情大家彼此也不壞 我覺得也不要用綠扁帽 也不要用習大大的實驗區 我想一個很簡單的就是 兩制兩國一邦連的小中華邦連區 就是你看我畫的 金門跟廈門這個畫起來 這個就把它變成一個邦連 你要深屈進聯合國要不要 我沒有意見 但是讓他們在一個生活圈裡頭 這裡頭就沒有那麼敏感的 什麼哪一條線 這一條線我哪一條線 這個邦連不是永久性的 邦連都是過渡的 你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邦連存在 但是這個表示我們的善意 就是說藕不斷絲海連 而且習大大最喜歡講的 就是說兩岸的人民要心靈契合 這個東西給他試試看 就看看他契合的程度有多大 現在目前心靈契合的成績是很差 所以習老大你就是要努力 讓這個實驗區每兩年做一次民調 就讓金門的人越來越喜歡你 背後的那兩個大冤家的問題 就容易解決了 所以我這個要申請何彬獎 不過所以你講這個實驗區 我要特別提 最近搞蘇丹宏那個台商有沒有 就在福建的一個什麼實驗區 好像台商什麼區搞的 他們成立一個公司 可惡 然後在大陸去進口 工業用的蘇丹宏 然後進到台灣設了九個公司 在台灣到處賣 搞得整個台灣 幾乎遍地都是他的蘇丹宏 所以我覺得老共以後 對於在裡面設的公司 要去檢查一下 看到搞什麼鬼 不是 老共不要講 老共可以下結論 就是說一國兩制失敗 但是失敗的是 你的制度不是我的制度 就是說你這另外一個事 我是想說在這個區裡面台商 他剛剛給他很多優惠 給他優惠的同時 要看看這個台商到底 你做了什麼生意 你搞了個半天 你來毒害台灣人 弄了個半天 你這台灣人到大陸設廠 來害台灣人 真是可惡到極點 休息一下 講回來 老實 我跟你講 我幾乎也停不下去了 因為這樣慘絕人寰的一個內爾案 事後要檢討兩個方向 一個就跟美國一樣 就是要更怎麼樣 更怎麼樣 你曉得美國一個揭明出了事情 大家都不要去 因為酒精中毒的專家還沒來 一個就是說那個housing 也有問題的 還沒到 就是精神狀態不健康的專家 也還沒有到 大家都 我們無論人們都到了 才來處理這個案子 就是越檢討 越麻煩 還有馬上就變成 政治鬥爭的案子 對不對 鬥爭王毅銘 鬥爭蔣萬安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還有譬如說這個社工被上考 社工工會抗議了 好 現在處分警察 警察基層抗議了 天下有這種現象 小孩子都還沒有處理 你們就已經開始在鬥爭了 我再舉出一個很奇怪 很簡單的例子 我要考你 我問你 社工你知道 志工 義工 還有 志業 這四個 你分得清楚嗎 我跟你講 連賴準總統都講 不要把這個偉大的志業 這種胸懷 譬如說從這個社工的身上拿掉 他也搞錯了 社工叫做社會服務 我考大學的時候 不是 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做社會服務或者社會教系 世大有社教系 台大有社工系 台大有社會系 再分成社工 好紅 那時候的女孩子 因為吸引人了 大家都去考 美國也一樣 美國社工一大堆 到後來你是社工工作的話 找不到事情做 他們的名字就是說 Maria或Linda 後面要講MSW你知道 為什麼叫MSW Master of Social Worker 你如果只講SW 你一定要加一個M Master 這個跟我們台灣一樣 你學大眾傳播 你學社會工作 因為要學的人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今天 社工業平常講 是我們大學畢業 這個文組裡頭的弱勢性 因為他們的薪水低 都在四萬塊以下 他們的薪水低 然後他們賦予的責任 據說他們一個人背的案子 可以高達200個 可以100個 50個 這個一個老師 這個班上有兩個這樣的案子 他就已經受不了了 你給他好幾十個案子 然後他沒有下班的日子 日夜有事情就是找他 所以他是一個弱勢的一個職業 被賦予要去照顧 一群弱勢的小孩 所以這個是很辛苦的 所以那天 一個禮拜前 我在本節目我就講 這兩個保母是有病 而且是很嚴重的病 但是這個社工 他是牧師家庭的小孩 他爸爸是牧師 從小就跟爸爸 下鄉去照顧弱勢 他是台大法律系 轉台大社工系的 他當年一定 他沒有 可以讀法律 沒有去讀選色公司 對 當年的他 跟今天的他一定不一樣 他一定變了 他大概就是說職業疲乏了 或者是變成麻痺了 或者變成說受不了了 但是又找不到 其他核設地位可以轉業 所以這些都才是問題的核心 而不是變成說 仿視兩個禮拜 變成一個禮拜一次 問題我們都知道怎麼解決 我覺得錢下售的地方 譬如說兒猛 兒猛錢那麼多 他去買房子 這為人所詬病 還有譬如說兒猛燈的廣告 他招募社工 他心情就三萬多 你給5萬好不好 你給得起的 你給5萬進來的人 更給3萬8的人 是不一樣的人 好不好 跟護理師一樣 但是待遇都太低了 休息一下再回來 同意 這個電價只是冰山的一角 台電虧本 是整體錢的結構的一個小問題 今天這兩天最紅的 這一個基金 一個EDF 大家搶著買 就是因為股息給你10% 這些錢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解除除蓄稅的受限 跟賣掉垃圾型的債券 但是謝金河講的 我們台灣現在每年金融機構 淨成長的錢有多少 3.5兆 台灣多有錢 存款是吧 對 這個3.5兆 不是每個人都有錢 絕大部分人是沒有份的 這3.5兆來自少數的有錢人 就股票跌 他跌得不中 漲的話 他賺得最多 我現在就請問大家 台電虧錢 對不對 然後要補貼 然後補貼的錢 來自政府 然後政府又有紅字 因為政府補貼的錢 不是來自稅收 是來自舉債 然後全體社會又有那麼多錢 這些錢又來自少數人 這個到底是 就是政客的懦弱 跟恐懼老百姓的反彈 這個要怎麼治理國家 很簡單 就把這些數字都位給AI就好了 就問AI 問AI說 AI要放好多電 不是 我幫你問 他要問AI怎麼解決 你問AI說現在情況就是這樣 請問你站在非常中立的立場 什麼改加 什麼改減 我覺得要比這些一群混蛋 一群愚蠢的政客來處理要好 AI做行政院長 老闆 這個我覺得政治的色彩這麼濃 但是你只要把韓國瑜目中要的人 跟現在現任的人比較一下 當然一個是藍的 一個是綠的 但是哪一個人的背景 比較適合這個位置 顯然盧月中比較合適 另外綠的 黃玉玲 他也是學校出來的 沒有 但是他是一路跟著 林佳龍 對 而且也可以做港口 也可以做交通 這無所不能 你要看這個基金會的功能是什麼 這個基金會的功能 主要是替國會辦外交 你在坐在那個位置 你也不能很偏頗 像現在的基金會 他連游錫坤的兒子的基金會 都停了錢 我要是游錫坤的兒子的話 我會想得說我老爸 我老爸是董事長 我應該稍微閉會一下 我不缺這麼一點錢 對不對 他是明目張膽 連老爸主持的基金會的錢 他都敢請 我覺得像這種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說執政太久 連這種稍稍需要 遮人耳目的事情 也稍微應該自己收斂一下 連晚會都會覺得卡一卡 那我心中的卡一卡就更大 我會接火箭被抓起來 把這也給大佩晨知道 就是說他有沒有完全100% 這個袒護科屁 他是剛才是有一點批判科屁的 但是昨天這個場面 有幾個人評論 吳子佳 張宇軒 張宇軒 還有偉翰 我覺得他們的批評都沒提到重點 我覺得就如同你講的 任期剩下兩個月 你幹什麼事情 所以我的講法 他有三個動機 都不是很好的動機 第一個是報復 這個偉翰講得很好 當年的北眠制約 柯文在給人家什麼臉色看 理都不理 人家是總統 他甩都不甩 神得很 打了一個真的是完全給他沒有面子 我覺得蔡英文這個是記得的 我老娘剩下兩個月 我還個眼色給你看 這個就是小布希 對那個McCain的葬禮的時候講的 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Who got the last laugh 誰有最後一笑 你知道老娘當年被你欺負 現在最後一笑是屬於我 第二個是四位 因為蔡英文完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她破了八年要換政黨輪替的魔界 她就說我做了八年 我是交給我自己的 這是我的成就 你今天來 你不要忘掉 你是落選的人 所以給你示威一下 但是我覺得第三點 最可惡 第三點謝哲 因為他討論的四個題目裡頭 其實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勞動年薪 那勞動年薪你想他怎麼講 他說勞動年薪 他承認沒有完成任何改革 但是是歸罪COVID-19 這個笑話 你回去查查這個歷史 我要給大家看一張圖 大家對這張圖熟悉不熟悉 非常熟悉 熟悉嗎 這個你記得嗎 這個誰畫的圖你知道嗎 這個筆畫 這個很有名的 這名家的畫 這是大人格畫的 這是陳建仁副總統畫的 他是總召集人 對 這個是2017年畫的 2017 他那個時候是 蔡英文總統給他一個 年金改革的總召 他這個圖畫了以後 一個禮拜內他見我 他把我叫進去總統府 一堆 我還記得那一天 總統前面都是示威的 都是鐵絲網的 我是從後門進去的 我們談了兩個小時 陳建仁說你的意見非常好 我是接受的 但是要讓這個變成國家政策 還需要一個人點頭 那一個人就很清楚 從副總統講還需要一個人 那一個人是誰 大家就講就知道 但是最後這個改革就不了了之 就虎頭蛇尾 連尾都沒有 蔡英文說把這個歸給COVID-19 他是把這個沒有完成的任務 丟給一個不會講話的病毒 因為COVID-19盛行在台灣 是哪一年 你知道嗎 是2021年 從2017幾乎完成 到2021COVID-19 spread 其中有4年 這4年能夠當作 你推猥褻者的對象嗎 你簡直跟他拍下 你是說謊 你是把這個沒有完成 你是沒有膽 你是沒有膽識 但是你也不應該撤 這麼大的一個謊 因為這個歷史上都有記載的 小牛是國民黨新科委員裡頭的 羞翼分子 我看好她有一天會 爬的 不要再害我了 不過我那個時候是100多歲 是這樣 要那麼久 我覺得小牛講的那些 政經八百的事情 這個五字章是聽不進去的 沒有 但是我覺得五字章 是一個優國優民的人 他的優國優民跟我類似 程度恐怕比我優有過之 但是他優的國 跟優的民跟我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昨天是 黃埔百年建校的參會 他如果是校友就讓他講 但是節制一下不要講得過長 但他根本不是校友 你是來的時候這樣 但是他因為這個朱主席 對這個黃埔 這個黃復興的處理 當然有很多人不滿 大家都忍了 你知道嗎 連洪秀朱主持講得很得體 比較忍不住的 就張亞中 還有劉貴敏 他現在這個是所有造反的人 講得最兇的 就讓他透透氣 講講話 只不過你場地的選擇 時間的選擇有一點不妥了 你回去好好反省 台灣很多權會發生競合關係 如果譬如說司法權跟監察權 同時進行的時候 監察權是暫停的 所以現在謝國郎的案子 就是說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 這個產權的問題 跟進入罷免程序的政治問題 能夠並行 將來如果不曉得哪一個塊 譬如說如果司法程序走了一個階段 證明謝國郎贏了 那就不需要罷免了 如果謝國郎輸了 他吐頭灰臉 也不需要罷免 對不對 這個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司法程序 要走得快一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案子 有那麼麻煩嗎 好嗎